蓝旺鸡,这样拍得到吗?魏无羡点头。蓝旺鸡单手抱着魏无羡,一手伸出来摸了摸魏无羡的头,道,那就这样拍吧,顿一下,说道,拍多张一点。 魏无羡,哦,只能说魏无羡不亏是美术生,好的手机拍照,加上魏无羡好的拍照技术,是好上加好。 魏无羡,给你。蓝旺鸡拿过手机,收了起来,随后就抱着魏无羡走到沙发前,把魏无羡放了下来。 魏无羡拍手叫好,蓝战你力气好大,单手就能抱起我。蓝旺鸡,是吗? 魏无羡点头,你能告诉我,你的力气为什么这么大吗? 蓝旺鸡,固定地放后运动,我都去健身房里运动。 魏无羡,哦,那今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健身房吗? 蓝旺鸡,魏无羡,行不行? 蓝旺鸡,不行。 魏无羡,为什么? 蓝旺鸡捏了捏他的肚子道,这么的瘦,再去健身,只会更瘦,这样,不好。 魏无羡打了他的手道,我就想要练出腹肌吗? 魏无羡伸出手摸了一把蓝旺鸡的腹肌,又摸了摸腹肌道, 你看,你都腹肌,就连胸肌都有。 他戳了戳蓝旺鸡的胸肌道,不过我现在才知道,胸肌是软的。 魏无羡抬头道,那你的胸肌可以动吗? 蓝旺鸡,到了下周,蓝旺鸡跟了端木家的少爷在同样的咖啡厅,见面端木家的少爷。 端木峰长的俊俏年纪跟魏无羡差不了多少。 蓝锡尘传来的资料是,端木峰是端木家的三公子,年纪23岁,大学刚毕业,金融科毕业的。 端木峰第一眼看到蓝旺鸡的照片,就脸红心跳了,加上本身就对蓝旺鸡这种熟男很感兴趣。 端木峰,蓝二公子,蓝旺鸡,封少爷。 像端木峰这种年纪的男孩具有一定的魅力,端木峰对自己很有自信,他冲着蓝旺鸡抛媚眼,蓝旺鸡内心打了哆嗦。 这人没有魏英可爱,没有魏英漂亮,没有魏英天真烂漫,皮肤没魏英白,眼睛没魏英好看,看上去比魏英还要傻。 端木峰故意把声音加起道,蓝二公子,上次您为什么没来,我等你都等很久了。 蓝旺鸡冷声道,去见很重要的人。 端木峰,是有多重要,能比我还重要。 蓝旺鸡,封少爷,我们素不相识,你对于我,何来的重要所言? 端木峰,好吧,不过蓝二少爷,你觉得我如何? 蓝旺鸡淡淡道,不如何。 端木峰拧了敏唇,心想,这样的熟男,果然很难缠,看不上他这种小屁孩。 他说,蓝二少爷,那你对于另一半,有什么条件? 蓝旺鸡,端木峰见他不说话,伸手就要碰蓝旺鸡的手,蓝旺鸡收回手,眼神更加地冷淡。 端木峰见他的眼神也不退缩,说道,蓝二少爷,蓝旺鸡,封少爷,今天我们只是各自应付对方罢了。 你是何居心? 端木峰道,蓝二少爷,你应该听你哥哥说了,我喜欢你,我知道,你在介意什么,但我不介意。 不是很多人经常说,年龄不是问题,身高不是问题,相爱是重点,蓝二少爷,我相信我们会日久生情的,我们只要蓝旺鸡的手机响起,魏无线打电话过来了。 端木峰看着来电显示人魏英,这么亲近的称呼,看来蓝旺鸡说,重要的人定是他。 蓝旺鸡,魏英。 魏无线,蓝湛,你今天的相亲如何了? 蓝旺鸡,很普通。 魏无线,真的呀,那你现在在干嘛? 蓝旺鸡,相亲。 魏无线,可我听你昨天的语气,似乎不喜欢他不是吗?我还以为你会很快结束呢?看来是我打扰到你了,蓝旺鸡。 嗯,马上结束,你并未打扰。 魏无线,好哦,你今天还来吗? 蓝旺鸡,会,你今天没课。 魏无线,没有。 蓝旺鸡,好,那你等我,我们去吃午餐,你应该还没吃吧? 魏无线,就是啊,还没吃,我可饿了,制衣,蓝旺鸡,那你等我,我这边很快结束。 魏无线,没事你慢慢来,拜拜。 对面的端木峰问道,蓝二少爷重要的人,莫不是,刚刚打给您的人吧? 蓝旺鸡看了他一眼,不说话,还故意不关手机屏幕,就让端木峰看到了他的手机壁纸。 端木峰看到了蓝旺鸡的壁纸大吃一惊,画面里,是蓝旺鸡跟一个年纪比他小的男孩,亲密的合照。 蓝旺鸡见到端木峰吃惊的表情,这才关闭屏幕,蓝旺鸡的表情管理很好。 端木峰完全看不出来蓝旺鸡是故意的,他指着蓝旺鸡的手机,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他说,刚刚电话里的人,可是你手机壁纸里的人。 蓝旺鸡抬眼道,蜂公子是有什么权利,干涉我的私事。 端木峰毕竟还算是个小孩,对于这种情况,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端木峰深吸一口气,把杯中的马其朵一口浅完。 端木峰脸色涨红,道,蓝二少爷,我有些热,能吃冰吗? 蓝旺鸡看了他一眼,不说话,端木峰简直气炸了。 这时,蓝旺鸡起身去结账,当然他只结了自己的。 他对着端木峰道,蜂少爷,今天的相亲结束,你若觉得今天的相亲不满,随时可以来我蓝师大厦,我会给你合理的交代。 说完离开了飞厅说完,离开了咖啡厅,端木峰探正准备离生正准个离开,时,被人拦了下来。 说是他还没付钱,端木峰厅后,脸色更加涨红了。 蓝旺鸡开着宝石节到了魏无羡的家,魏无羡见他一来,就出门迎接他。 魏无羡看着宝石节到,怎么又开别的,你车这么多是要搞批发吗? 蓝旺鸡,你有驾照吗? 魏无羡,有。 蓝旺鸡,好,你喜欢什么车我送给你? 魏无羡,不必了,我有小电驴就行。 蓝旺鸡,小电驴,亲戚给你的。 魏无羡,不是亲戚,你应该知道我打小没了父母,我都是叔叔养我。 不过这个叔叔是我爸爸的朋友,很照顾我,每半年都会送我一样东西。 蓝旺鸡点点头,不过还是要有自己的一辆车还比较好,这样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比较方便。 魏无羡,没事,我只要打个电话,就会有人来接我,说完朝着蓝旺鸡笑了一下。 蓝旺鸡,你是在说谁? 魏无羡双手放背后,我在说谁,你应该知道。 魏无羡越来越习惯蓝旺鸡这种风范了,不仅适应了跟蓝旺鸡相处, 也已经看习惯了蓝旺鸡鸡鸡鸡鸡鸡鸡。 卫无羡跟着蓝忘机去停好了车,蓝忘机从副驾驶拿出一袋纸袋递给卫无羡,看材质定是高级的物品,卫无羡接过纸袋道,你这次是送什么?蓝忘机,衣服,卫无羡,衣服,卫无羡,我猜这衣服一定很贵,你不把钱留着给自己用不好吗?